觀眾繼續回到中廣流行網 中廣愛健康節目現場 我是沛珍 今天在節目當中邀請到的是 楊聰財身心診所的院長 楊聰財醫師 今天為我們大家來介紹一本時報出版 所出版的真正有效的不累處分 楊醫師你好 沛珍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剛才跟楊醫師講到 這個疲累感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啦 而且有時候你可能是累積 但是我們要適時的調解 不要讓它變成是一種慢性的疾病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所以當我們覺得累的時候 就是要適當停下來休息的時候 講到這個休息 很多人想到的第一個方法就是睡覺 因為睡覺就是幫我們的身體充電 其實我們的腦袋瓜也可以稍微的停止這種思路 可以稍微的這樣休息一下 所以是不是睡覺是這個很有效能夠幫助 我們能夠這個恢復疲勞的這種方法呢 一種方法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突然覺得說 奇怪其實不是睡覺可以幫助我們恢復這個活力嗎 那為什麼有的人會反而覺得越睡越累 沒有這個解除疲勞的感覺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睡眠到底對我們這個恢復疲勞有怎麼樣的幫助呢 沛珍問的問題非常好 而且重要 睡覺是不是恢復疲勞的一種方法 但是呢我們要注意到 睡覺呢 它的量要適當 然後品質要好 我們比如說活在地球上 我們在睡眠醫學上面 最推薦的睡眠時間 是晚上11點到早上6點 這樣的黃金睡眠時間 那很多研究顯示 如果你的睡眠呢 是低於6小時 你在身心健康上面 以及預測你的可存活的年齡上面 都是會產生不好的負面影響 那第二個呢 最理想的睡眠時間 我們算一算是6到8 最好的是叫Lucky7 這概念就是7小時 7小時 第三個 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你睡得越多 那你就會越恢復疲勞 反而確實沒有錯 會越睡越累 因為呢 你過度的一直躺在床上面 那你本身就很容易就是 身體應該該有分泌出來的 那種神經傳導物質呢 就不足 比如說我們特別講到多巴胺 多巴胺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注意力 跟我們活動力有關的 它不是靠你睡出來的 它是要靠你動出來的 是要動出來的 不是休息睡出來的 所以我們碰到有一些個案 就是你會聽到他呢 有一種錯誤的迷失 比如說他今天晚上 可能沒睡好 哇那因為他正好沒工作 就會說他第二天要補眠 第二天就掛在床上 這其實是一個很不正確的觀念 我們千千萬萬要記得 適量的時間掌握住 而且如果你不是 你因為可能不得已的因素 你沒辦法掌握 11點到6點的黃金睡眠時間 那至少第二個觀念就是 你盡量能夠保持 固定的時間上床 固定的時間起床 然後掌握睡好6到8小時 這才是正確的觀念 剛才楊醫師有提到 這個我們最好的睡眠時間 是晚上11點到這個6點之間 那其實很多人 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在11點到6點睡覺 或者是他的睡眠時間 沒有辦法那麼的長 像可能有一些 新手媽媽或是媽媽 半夜要爬起來啊 要餵奶啊 要幫小朋友患尿 不知道幹嘛 他的睡眠其實是比較中斷中斷的 那我們有辦法用加加緊檢的方法 把這些睡眠時間加起來 然後達到這個Lucky7這樣子 這樣子有用嗎 這當然是又有退而求其事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做媽媽的真的很偉大 所以佩珍也在講自己的心聲 順便來問一下楊醫師 所以台語俗語話有一句 頭假睡頭假睡 這是在針對媽媽們的一個心情用語 他確實就是說 他退而求其事沒有辦法 那沒辦法說一次要很 像我們剛才講是一直要的 除非他半夜呢 他又會醒來 比如說小孩子在哭 要餵奶 或是要 有時候要換尿片 要把他蓋被子等等的 會造成媽媽呢 變成睡眠時間容易中斷 他真的不得已知道 往第三個原則走 就是你一天怎麼 平平凑皺起來呢 差不多6到8小時 那這個是可以的 那但是 過長的時間去躺床 我們還是不推薦 不建議 不會像是說 前一天或是跨年夜有沒有 大家可能就是熬夜啊 整個晚上都不睡覺 隔一天再一路睡到 十幾個小時都躺在床上 其實反而會覺得 怎麼這麼累啊 對 不管很多 我想國際間的有名的醫學研究 他們都會發現到說 我們有時候假日 有人就會覺得說 沒辦法 沒上媽媽 我好好補眠 我們從前一天的凌晨 睡到第二天 就是到下午 其實他們發現到這種東西 反而還會干擾到你的身體 健康 跟預測的壽命 所以我想 我們盡量還是保持 適當的規律性 是有必要的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其實如果有必要的話 尤其像台灣啊 是一個野孩子的地區 我們也不反對人家五歲哦 因為適當的五歲 你可以把一天拆成兩天用 至少從腦科學 你的效率學上面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推薦的哦 是 講到這個五歲 其實在書裡面 在工作中充電這一個章節裡面 又有講到這個說 午餐之後呢 小睡15分鐘 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擺脫疲累哦 讓我們這個充電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這個 午睡其實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五歲 應該睡多久 就睡這15分鐘就夠了嗎 在我對研究顯示啦 當然這本書 確實是說叫人家小睡15分鐘 很多個案他會跟我說 我想睡睡不著啊 我們指的是可以適當的 你可以趴著 閉目養神 是OK的 那在研究顯示 其實比較有概念是說 最長最長 不要超過一小時 那你如果能睡著也OK 你沒睡著了 你就是趴著霧昧之間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那個也是被推薦的 那研究顯示就是說 這樣適當的休息 當你起來的時候 你的下午 你的精神 精神狀態 會比較理想 那比較不會到 4、5點的時候 又覺得人過度疲勞 對 所以我想請這個書裡面 會提到的 然後我們腦科學的概念來講 鼓勵午睡 午休 然後不要超過一小時 是 那如果是以午睡 跟這個 比如說吃飽飯 因為中午過後吃飽飯 休息時間可能大家就是 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吃完飯之後去洗個便當啊 或者是出去買個便當之後吃個飯 然後再去洗個便當 其實剩下的時間不多 很多人就想說 我剛吃飽 我就坐下來睡覺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寧願把這個時間 出去走一走 那這兩者之間 有沒有哪一個比較好呢 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我們當然有許多人 他可能藉由說 吃飽飯會讓腸胃到消化 吃下去的食物消化 所以他反而可能出去啦 走一走 逛一逛啦 那我想這個還是要 就是case by case 如果你這樣子走一走 逛一逛 你下午上班 你也覺得因為 剛剛去逛一逛 三三七呢 心情也比較轉換了 然後再回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被接受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是有些人 他確實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中午休息 他下午的時候 可能工作到三四點 他就開始有點昏昏欲睡 那我們這種會鼓勵 可以在中午吃完飯以後 稍作片刻的休息 他是可以的 好 所以真的是case by case 要因人而已 看哪一種方式 其實對於你的這種 稍微的休息充電是有幫助的 那你就去選擇 適合自己的方式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中管愛健康 節目現場